大家好,现在开始咱们今天的每日一聊,聊聊这边的奇闻一事 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是加拿大安省医疗系统的改革 安省的卫生厅厅长Jones上星期说 他已经通知全省的护理学院进行改革 所以说改革他就希望尽快的数以千计的经过国际培训的医护人员投入岗位 这样的话,他可以尽快的接受国际的专业人员注册 疫情开始以来人员短期 他省里的很多的急诊部门都关门了 原来咱们聊过这个话题 不光安省,其他上奎省,比锡省,阿尔伯大省都有这个问题 医护人员不够,护理人员不够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问题 他说允许受过国际培训的护士在完成正式注册的过程中 临时注册,完成教育和考试之前 也就是说你现在上学的,或者是你正在考试的 那你先临时注册一个,你先上岗 医生和护理这个考试是非常难的 所以你要是把这个时间缩短了,那当然就快了 他的建议呢,居住在安德烈省的这5300多名非职业护士呢 更容易返回工作岗位 目前的规则规定呢,因为护士必须在过去3年内职业才能恢复工作 现在才被这个取消了 这边的规定是这样 这是护理,这个护士这个行业 比如说电工,他也有这个 比如像我爱人他们这个什么地产 他都有一个时间限制 在这10天之内,你还可以再这个注册 因为每年你交钱就更新你这个执照 但是你要这个3天内没上,没在干这个行业 或者你没有更新你的执照 再进这个行业就不行了 所以他说呢,现在呢明确的跟这个护士学院讲呢 要他们立刻更改的这些政策 他说我希望呢,如果这些修正案得到政府的批准 学院将立即开始注册 到目前为止,光居住在安德烈省呢 就有5970名的国际申请人 刚才说5300是当地的居民 你有身份也好,没有身份的也好 你现在正在申请这执照了 有的在上学,有的在注册啊什么的 这些都加快 他那个问题解决了 他那个新的改变的政策一解决 这个就快了 这一下你像5900,就是6000人呢 一下就可以上岗 护士学院说呢,对于临时注册 他可以改变规则 只在两次考试失败后撤销临时证书 而不是目前允许护士的一次失败 原来是你考护士,你只能一次失败 现在呢,我给你两次失败 临时注册护士这个环节呢 他必须有一个注册职业护士和一名注册护士 两个人监督,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呢 持牌的这俩人带给你 其实这个别的行业也有 刚才咱们说的电工或者是装修 你要是考这个证 你得工作多少个小时 在这个行业里你才能去考 比如说你电工 你得有一个持牌的电工带你 有资格考这个证 Jones还批准了安德烈省医生和外科医学院 为在其他省份获得执照的医生 创建一个为期三个月的临时注册 别的省的你要省上这来当医生来 你还得有一个注册的过程 所以这注册过程呢 他把这个呢就缩短了 就是三个月之内 你就可以搞定了临时注册 卫生厅厅长Jones说呢 有了政府的资助和关键系统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调 各省的协调吧 这项计划可以立即实施 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在2023年的春天的开始呢 他就可以向各个医院输送医生 护士 护理 护工 为什么我今天聊这个话题 最近国内呢 对这个移民和留学的需求呢 非常大和而且非常强烈 而且有很多的网友的问我 我在国内是注册护士 注册什么会计师 或者是我是什么中医的 什么按摩呀 针灸啊 什么等等的这些东西 我能不能移民啊 这方面的咨询 今天讲这个呢 就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 你在国内你是做医生也好 你是做护士也好 你是做护理也好 你要是满足这边的要求就可以 你不用说你在那边 你有过多少年的经验啊 多少这个小时的工作呀 什么等等的 你的学历等等 但是你到这边 你还要参加他这边的考试 也就是说你那边的证书也好 学历也好 这边是不承认的 卫生厅听长说强调 为什么说改革 把这个国外来的这些人 他要加快这个审批和学习的速度 而且你要是现在在那学的当中 你能做一个临时的上港这改革的是这个 说白了就是因为缺人 人手太少 马上就是11月份了 上期视频就聊着这个话题 就是11月份是最关键的 最高峰的时候应该是达到 应该是在11月份 这是专家统一的观点 所以现在咱们加拿大的政府已经说了 第八波是已经开始了 但是能不能够降下来 就看11月份是最关键 各个医院医疗系统现在都在做这个准备 储存人力啊 储存物资啊 就为了这个第八波的这个高潮的到来 当然啊最好没有是最好 可是呢现在现实问题 医疗系统缺人缺的是非常多 不管医生护士护理都都有这个问题 在这边呢 他这个护理这一块呢 三个 一个呢就是从护理 一般呢就是学在一年以内 八个月到十个月 这就是一个护理的那么一个课程 像我们这个college就有 你学完以后呢 他就给你一年的工作签证 就时间短 两年的护士 你要学到两年 那就是护士了 毕业以后呢 给你三年的工签了 三年的工签呢 你当然这个工资啊各方面的高啊 他学的不一样吧 还有一个呢就是四年呢 也就是说咱们叫研究生了 像原来我也认识一个朋友 现在去美国工作了 一个选女孩 他就是在温莎上的 先上两年 护士 后来他觉得不够 又上两年 然后又上什么伦敦啊 这儿啊 还去美国 他就实习 研究生吧 一边实习 一边干一边 学了四年 这个呢就是 他有相当的处方权了 大家知道护士 一般就是打打针啊 这个拿的药啊 这就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要到他这个级别呢 国内交参护士长这个级别吧 你就可以有些简单的处方药 你可以开了 这一栋这个护理院 他可能就就他一个 或者就两护士 就持牌持症的那么一个 所以他就责任就大了 像我那个医生的朋友 他的弟弟 就我们温莎医院的 这个急诊室的护士 他是一个男的啊 他就是学了四年 一开始学两年 后来又自个儿 自学又学了两年 就是上那个大专 又学了两年 ICU的这个急诊室里干 那工资都非常高了 也就是像刚才说的 很多的处方就他还可以做了 所以咱们如果说 现在国内很多人 都是想学这个专业 或者是到这来带着孩子学 或者是自己来上这学 首先一点 如果你要自己来上这上学了 你必须得考雅思 如果你没有雅思 政府这一块还不批 所以呢 你只能够是在国内考案雅思 你才能上这来上的college 上的university 另外一种方法 这个我的视频里 也做过讲过这个 你就带着孩子来 你上这来陪读 你像陪读完了以后 你再考上语言学校 然后你再考这个college 像那个我爱人的一个客户 就是这样 他就在这还陪孩子 然后自个儿上学 读完语言 然后就考这个护士 就上那college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对于留学和移民有什么问题 需要帮助 或者需要办手续的 就跟我联系 在这个留言区给我留言 好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帮我点赞 订阅评论 转发 咱们下期见